哇 熊 fis 熊 fis gagnon 等等 想投資牛熊渦卵 不用那麼兇險 用華富牛熊 一個App就可以先親 一起打賬 華富牛熊是專為牛熊窩倫而設的交易平台 集齊資訊、工具和交易功能 它還有全港首創的AI價格模擬器 只要選擇適合的價格波幅和手持日數 就可以極速幫你篩選全港爆升牛熊窩倫 它的交易介面特別設有預設金額功能 只要預先儲存指定金額 就可以即時計算到你需要買的股數 不用再用計算機 慢慢計算的了 華富牛熊還有齊即時牛熊窩倫數據 掌握開市動向 話那麼容易吧 只要適選 投資窩倫牛熊都可以又快又簡單 至少要小心 會不會處理小水熊窩倫 就是帶一個小洋口水平線 最小洋口水冷卻放到消息 這是最大的洋口水平線 在明天中加拿大進口水平線 在北方水平線上更換 加拿大進口水平線上 在北方水平線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股真的强到没有朋友 又破顶 昨晚道指升百多点 破了即市的顶 港股也升了 接近平开之后已经升几十点都算OK 但最近港股的气氛也好一点 我们看到债息仍在1.5% 1.6% 都是近月的高位 但科技股没有再侧下去 香港这边的科技股更加借着纳指年升几天之后 昨天纳指回了一点 但最近纳指也是强的 有贵式的支持等等 香港这边有马云的现身 全民马云现身 到底有没有图有真相 没有看到那张照片呢 好像有些报纸说 总共是马云旗下的报纸 到底报纸有没有张照片 我没有看到 如果有些朋友有照片 不如CAP过来看看行不行 总之今早市仍然向上 但阿里巴巴就回了一点 稍后再详细说一下走势的情况 另一个焦点就是恒大今天是三支伏牌 应该说恒大加上合生三支伏牌 看一看一看股价 现在先宣传一下 稍后11点之前 不是稍后10点之前 会上来做节目 会再详细问一下风电 电力 环保股的走势的意见 稍后很快会有阿里巴巴出现 我们看到那个优先留言区 我们看一看 其实要介绍一下 那个优先留言区 我们不是看顺报的 不过不要紧 我们回到我们Investhok的Fam Page 其实我们现在优先留言区已经优化了 一个星期五日的图都在这里 你有兴趣问哪一位嘉宾 你就索性在那个图里 点击图进去 例如今次在康德尖 点击入里面留言 我看到朋友已经很聪明 就已经留言了 除了今天有方多尖之外 我们去到10点11点 就会有多元资产talk 妈妈上个星期四就放假 所以隔了个星期没有跟Rafael聊天 她今天就很厉害了 所以这里就不要错过 她今天会跟我们讲一下 刚刚新上市的焦点 就是Crypto的Bitcoin ETF BITO 这一款香港的券商都是禁了 就不能买卖 这一款跟之前我们讲的Bitcoin或Crypto 其他的ETF 有什么特点上的不同呢 要留意什么地方呢 还有 美国政家会终于批了 因为其实很久之前 Rafael已经跟我们讲过 政家会批或不批 结果都批了 虽然延迟了很久 取态到底有什么启示 另外还会讲一下美国的业绩期 还有未来的S&P 10月 这次好像也不是股灾 会不会有运行呢 一会上海会问一下Rafael 如果有朋友有问题 现在就快点在YouTube留言区 留下你们的问题 否则都未必回答得那么多 我们看一看 真是坏了 我只是说了五分钟 也没有 恒指已经到跌了 跌了三十多点 科技指数也有个同步的跌幅 我们看看报一报的榜 美团现在还在保持升势 升百分之一 腾讯偏远跌了五分子 阿里巴巴跌了三个一 刑副基金跌了六千 平保升1.5元 这只OK 反而升近百分之二 又50元 又上回就来60元 他也算打得多 网易跌了五毫 有帮跌一万零五千 融创升九毫二 升幅有百分之五的流上 安踏体育升百分之一 小米跌了百分之一 真是坏了 他跌10天 但一天 比亚迪还有得上 28815.2 升到两毫子 另外恒生中国企业 升了两毫六 BillyBilly暂时没有升跌 创科已经倒跌 刚才是高开的 现在跌7毫子 李宁跌6毫 港交所跌7.8 跌幅有百分之一 现在太价已经倒跌了 刚刚中一下子 闪着是升的 现在跌1毫 恒大物业 今天是市场另一个焦点 恒大本来谈 将物业一些股权 买给合生 现在都不知道 谁买还是谁不买 可能这件事也有点复杂 恒大物业复牌之后 现在是跌了百分之七 快售最近弹得多 但一百元暂时还未上 今早回了五先 葵程 葵程真是坏 刚才是升的 现在跌1.2 恒大 中国恒大 跌百分之六 伏牌之后 都是手压的 跌了百分之七 跟李汽车 连升了几天后 今天回景点 跌了一毫半两毫 碧桂圆服务 反而就升了 升了五个百分之五 你解不出 其实在想些什么呢 到底恒大卖不出物业 如何击到碧桂圆服务 要先思考一下 总之今天的市场 是升了五个百分之五 碧桂圆服务升了五个百分之五 另外中国海外 都升超过五个百分之五 压力健康昨天非常强劲 升了百分之二 说到压力健康 这里又要买一买广告 因为昨天那只压力健康狂升 整个压力都升得挺好 首先阿里巴巴昨天升了6.7% 压力健康升了1.3% 压力健康 是昨天升幅最大的蓝筹 是压力健康 听HSBC的Billy说 昨天原来很厉害 在卵场上的压力健康 到底有什么启示 还有很多卵升凸了 比起理论上的升幅 有原因的 我们今天收市会有Billy HSBC的Billy 还有第一次上来我们Invest Sock的 这个频道的李慧杰 Jason 就会上来和我们一起聊一下 收市的情况 今天就好像开始初段 都是王冥祭祭 星星跌跌几十点 波幅很小 我怀疑今早的波幅不知道是否100点 在这些突然间大挫之后 平淡的波幅市 到底卵场上是如何部署呢 所以今天11号收市 也要留意着我们今天有港股收市talk 5点钟就会有Billy和Jason 上来和我们一起看着他们收市 好了数下去 压力健康还得升 升超过2% 京东健康跌了1% 百度跌了1% 旭辉就是三线的房地产股 内房股挺好的 升6% 这个可能就是和最近中证监 都说到要力保内地房地产资金的情况 不知道是否有关系 今天旭辉升6% 京东是偏远 紫金升1.9% 维柴是偏远 不是维柴是靠稳 建行是偏远的 招行也是靠稳的 昨天比比都提过招行 若鸣偏远 中远海航还可以升 升1% 染媒升了 真是激死了 本身昨天中证监提到一个措施 就要採取提高手续费标准 收紧交易额度 研究实施扩大交割品范围等措施 去到坚决压抑抑投机 杜绝资本恶意炒作 炒作就不行了 但这些大宗商品 今天的煤竟然升上来 所以今天煤升了 内房股强劲反弹 中移动 可以说昨天出了贵度数据 不是贵度数据 应该是月度数据 头三季股东应占盈利 增长按年6.9% 所以股价不是太弱 还没跌5线 中海油下升1% 油价继续在几年以来的高位 昨天的油价上升到84美元的楼上 84美元的楼上 数下来的金碟反弹3.7% 长城汽车跌了1% 内房股弼桂园都可以 弼桂园升至4.6% 我们再看看焦点的股份 互动图表 指互动图表大理事 赤3333 现在跌5% 6666 恒大物业都跌6% 合生创展 不是 754 合生创展 就买不到恒大物业 可能就算了 所以回归回恒大物业和恒大集团的走势 我说了今天声纱 想问John就想问风电三宝 因为恒大停摆都改善了气氛 哦 因为恒大服牌改善了气氛 BITO 迎立可以买 哦 迎立即是什么 那当然是可以的 是不是 即是它比较 不是那么 即不是中资 它不是中资的嘛 Stella早晨 DCK早晨 好 我们看看风电股 因为昨天的风电股 和火电股 都是升得不错的 今天的龙原升1% 昨天因为煤价跌 而抽高了的902 今天回了1% 中国电力昨天升少少 今天就跌回一线 更糟 另外836 836 昨天升4.9% 今早又回回0.7% 福来特玻璃 公布了业绩 头三季股东应佔利润17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一倍 营业额升了5.7% 股价今早就不太动 去到40元的水平就不太动了 好 我们看看三大科技股 腾讯今早就不动 好 我们看看9988 跌了1% 10… 好 我们看看3690 3690 猴沙完全是 睡得超少 所以 看着屎 为什么睡不着 不是 我不是睡不着 真的太多工作 所以真的超累 好 我们喝一口水 但是你今天很精神 还有剪了头发 是啊 你竟然有时间剪头发了 终于都 所以没电到 没什么时间电 没时间电 但就只是剪 但解决了烦恼一部分 市场都没有烦恼了 很多图都很漂亮 我们先讲一下恒指 其实因素好像好的 是不是多了一点 至少债息升了 一来本一来六 仍然是能源方 仍然是下个月会收水 但是道指再升 比特币再升 就是之前很害怕的因素 再有的时候 市场不肯跌 甚至乎再破顶 那是不是等于 大家的反应的气氛 是更厉害了呢 是啊 我想早了 大家觉得联储局的做法 都是要收水的 但是他按多次火警演习之后 我想大家习惯了一点 真实发生的时候 就已经不怕了 是就不怕了 因为现在已经 其实都很真实发生了 我想他都已经说到 我是要按键的了 没有反应 债息 是啊 一来八都不到 是啊 我觉得范晓这个位是一个心理的因素 你一直升不到上去 其实大家又不会很担心 因为上次已经试过 你都试过上去1.7 这样上下这些位置 2月的时候 变成了其实我觉得 是的 美国那边 起码 你看到那时 未必是有太大的 downside的风险 我们这边 我想有一些 第一就是说 那个 即不仅恒大 或者地产行业的 那个低迷 其实已经是一段时间了 有好自味又 传道去其他地方住 经济就如如期 一直这样去 coo down 我想都 卖楼卖得差 或者大家理财产品 会有些阻滞 其实大家的消费 都预了 然后 马云原来又去西班牙 是啊 我当他开心 我很想去西班牙 为什么呢 他又不需要 quantain 都很好 是吗 你又知道 可能他在 他来香港又不需要 quantain 去西班牙 他去西班牙的人 可能不需要 是啊 那 就是说笑了 他应该是商务过他 是 商务不需要 所以他不用了 但是这个事实上是一个信号 事实上是一个 他起码可以出国 即他这个现身 那个 就是重要性 比起他上次 就是拍照片 公益那次 不是说他肥了 是哪次 即是在韩州那次 是啊 那次的感受更加大 因为他不在内地 是啊 是不是 出国 而且真的要去西班牙 你才升 即是他在香港 你也未升 其实是真的吗 有没有人野生报 过去拍照片 就没有 没有 说而已 就说 即是SCMP说 是的 即是SCMP就是他 是的 他说的都可以 哈哈哈 又没有照片 没有姓 没有图 没有真相 暂时 我都想找到他那张照片 是啊 不值得最难意 是的 即是你那个政策 现在我们说知道他可能 未必 即是 即是 起码我们只知道你会 可能还是OK的 但问题是你不知道 他那个定义是怎样的 他可能会觉得 有一些政策还要收紧的 只不过是他可能 觉得你做生意你继续做吧 但是有其他东西可能要收紧的 那如果你说 如果说 未升 或者升了10%以内 去博去反弹 那我觉得是 那个 下跌 或者风险回报 风险回报比 是比较好 但是现在已经升了低位 弹了这么多 我觉得已经 可能少 你觉得恒指是吗 你觉得那个亚利八八 ATM那些 即是除了T 就是亚利亚那些 我觉得已经弹了太多 那如果你说恒指 我自己就觉得 都是去法亚智慧 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都是一样看 就是你去到 科技版牌 就刚才我都觉得已经 除非听清楚突破 如果不是的话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然后 银行我觉得都是 一样的 就是你那些地产 如果是继续有一些 on and off的 海外的地方 但是国内又拖着 只是还息 只要一样 其实银行的 reway 都是reway不了的 所以都是外来偶偶的 至于资源那些 我想 除了同类 那些好一点之外 其他 你看到开始 有机会限价 即是 就算煤价 都有机会限价 其实跌了两日 10% 国内动力煤 今早也跌了 但是我想 譬如煤的股票 我想有些是 就是叫做反弹 但是我觉得都是高风险 就是 那个煤价可能再 减几天都不出奇 所以我觉得这些位置 未必再值得拖下去 好 明白了 那我们就顺手提 你ADM也说了 就是现在有可能 就是如果是 顺反弹计的话 有可能已经是差不多了 对不对 那我们先看看 我找回互动图表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7000点 7000 对了 那现在都是 昨天烈口高飞之后 现在都不是很弹 先我们找回大利市 这个 那现在510万都可以的 今早上过512.5 阿里巴巴 现在跌1% 跌了一个4 回回到174 即是现在 譬如阿里巴巴 你130多元 达到174多元 都可以了 有可能短线已经 反弹完成了 反弹 我觉得 如果以我自己来说 你是拨打一个 就是说 马云是否出了局 就等于政策完 就是对政策封键 但是其实 似乎不是 可能未必是 去阿里这么快 或者什么 现在我们多数 暂时来说 在科技股来说 都是说得比较多是 腾讯 会不会需要开放 那个流量 例如百度搜索可以进去 但是不代表 不会再是关于 e-commerce那边去做 有可能还会有的 是 还会有的 我等了很久 是那些游戏版红 还没批准 如果那只700 这个也是 是 还没批 8月也没批 这些游戏 7年里就会继续有这个影响 好 我也不问那么多 我问回观众的问题 因为我又废话事 还没答不过 我先问回观众的问题 应该是这个机 所以我有几台 好像一些的士司机 的士司机 因为很多东西 化肥股 两位朋友都问到化肥股 在优先留言 他说1866 之前就憧憬那些业绩好 现在是166 等化肥股就出盈期 但这一段时间 都会回感一点 第四季 是否继续看好呢 这位朋友6元有货 今天反正百分之一 好没有等呢 等 等 我觉得就是 这个之前 其实整个九月 我想 sorry 就是十月 去到十月中的时候 还有那些 有点 尿素价都会升 但是煤价 是会更加急 所以成本就大了 是 成本就应该大 但其实 算一下 我整个成本 就是 absoluted dollar 是 毛利 其实都是 维持平衡的 嗯 现在 就是尿素价格 就会跌下一些 回复到九月头的水平 那么 动力煤 都是回到十月头的 但仍然在跌上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煤價反而這次可能會跌得快些 但尿素價格因為有外國的尿素價 和國內的需求 變成尿素價格的穩定性會高很多 令到第四季十一二月 我覺得那個毛利有機會是擴闊 所以我反而覺得 例如166 它是煤頭做尿素和甲醇的 這間公司反而他的毛利會大一點 我覺得是值得拿的 其實它已經發生了營起 但是每一次營起 你留意一下 它都是說自己增長200%以上的 即是去年盈利乘3 但其實turn out 都是比預期高的 上次應該變成258% 我記得的數字 我想這次第三季也是的 如果你計算數 即是一噸尿素 其實是用0.9噸的煤 這樣去計算 和九缸的產能釋放 其實1866的第三季應該可以 第四季應該更好 如果剛才這樣分析 另外就是 如果另外一間 我多數講開都是3983 即是中海石油化學 它是天然氣為主 但它很有趣的 天然氣的計價方法 就是用原油價格去計算 當然原油價格有升 但是不是升很多 即是你比起尿素和甲醇 在說升40幾% 原油其實是在說升 即是第三季是升十幾% 所以其實它也是 你見到它的股價也是穩定些 但是也有因素 就是因為它這個毛利率 真的是第三季已經在升 我覺得第四季可能都 因為我自己期望 尿素和這些價格 可能比較平穩一點 即是不像第三季 因為有個成本價格推升它 但是就算這樣 那它第四季的那個 盈利水平都是很高 只能保持到第三季 那變成了 即是它們都是 即是這間我覺得 因為它都是便宜 即是說 如果這樣算 那個trailing PE 是六、七倍 那比起以往 即是八至十二倍都是低 所以我覺得兩間都可以好 嗯 好 明白 即是兩隻化肥股都繼續保持 那Grace 她問到 還有一些海外大型化肥股 你有沒有研究 我不認識 其實這兩間都是 即是當然都是 我覺得是變了 海外的情況就是 供求的那個問題 因為有很多 那個天然氣價 之前在海外是升得很急的 海外這些化肥公司 很多都是用天然氣去做原材料 那他們就有幾間大的公司停了 那如果根據一些的研究報告 那這類的 譬如我們尿素 或者是 即是aluminium 或者甚至 甚至 之前說什麼應該 即是沒有貨雞食 因為 即是沒有 沒有那些化學材料去凍 那 那個減少了是接近兩成 但是這些機器 其實 你要開回來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即是你關掉了 然後再開始 其實你都要三至半年的時間 那變成我覺得這段 這個 即是冬天 其實 或者去到明年 那個 第一季 其實我想 那個化肥價格 都會保持高位 那變成這兩間 我覺得都是OK的 你可以這樣 好 其中Grace 就提到這一間 就是NTR 另外一間就是MOS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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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隻都是最近的高位 都可以去 是 我們這些觀眾 找到這麼好的東西 我們先看看這一邊的問題 Sella在這裏 精明能幹的豬豬 早上 John Wendy 1072 三寶 上星期我們放假 是嗎 我們有重陽節 於是就 skip了一個星期 那三寶 這個 什麼 那些叫封電 不是 電網建設三寶 那都是 搓了下來的 那 所以很多朋友都想跟進 到底這個 搓完了沒有 我們看到今天的東方電 清少少 就是2727 就是 還在跌 還有什麼 1133 1133 就是一隻蝦洞 哈爾濱電器 都是偏遠的 上個星期就是我們沒有做節目那天 連續三天這樣跌 為什麼 原因是什麼 我知不知道再拿下去呢 我想第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整個新能源版派 在 金會初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 電價的政策出來之後 其實有一個 挺大的 很多東西獲利回套 我想 如果看 古卦 就是新能源 就是 風電那些 其實已經 叫做修復 失地 但是這些電網公司 其實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我 double check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大的 政策的變動 就是電網的推進也是持續 所以他無故自己的生股 一起跌嗎 我覺得是 因為我自己看整個市場 其實過去這兩個星期 是有很多獲利回套 比如說新能源 或者電網 之前都是比較 這些叫做熱的東西 是 但是 在這一個星期 其實是有些 第一 穩定 第二 我想其他的 譬如你說 是ATM那些 其實我都會覺得 他們是一個 就是 一個反彈 四貓彈 然後彈完之後 是有些 是回到這群公司 所以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對他們來說 其實反而他們是 落後了 CD 但是我 就看回他們 譬如 獲單 或者是每一個 省份的 那個 開標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 和之前的大的變化 譬如 東方電基 之前 秋水儲吏的 標 其實現在繼續去 每個省 也在繼續進行 譬如 昨天 前天 法國威也說 就是 跨省 電力價格的 聯動機制 就是這些 其實是要理信 整個電網 跨省 運輸 如何去建設 其實這類 都仍然在進行 正在進行 變成 我就看到 其實我反而覺得 這是一個機會 就是繼續去 維持 維持 然後 或者我 甚至會 加倉 那些 因為現在 他們 兩間 你會見到 那個 優惠 應該是 升得比較快 那 接下來這兩三年 要去到 兩成以上的增長 那 其實這個 變成 這個 PE 就不會像以前那樣 八倍 以往 以前 這兩年 是比較低 過去這兩三年 但是 之前 其實比較高增長的時候 可以去到 十二十五倍的PE 我覺得 它不是一些 會突然間增長 變成五成 但是 因為它變回增長 所以 PE去到 十二至十五倍的話 其實已經有很大的 upside的空間 所以 繼續是 要拿著 這個 電網建設三寶 多謝洗碗阿虹 給錢給我 買喉頭 我不是喉頭 只是我個人非常疲倦 分得太少 真是 業務繁眾 我們 多謝 各位客戶的光顧 洗碗阿虹 Bitcoin 走了 為什麼 為什麼 不拿著Bitcoin 我長期拿著 長期看好 它再跌下四萬 再買 走關於Bitcoin 以及 現在的ETF等等 那些策略 記得 誠意邀請阿虹 就等一會 11點 看看我們繼續 Raphael 這個多元資產 Talk的節目 好 我們先看看其他問題 先 這個 封電三寶 封電三寶 是不是繼續堅定持有 封電三寶 會不會是916那些 1798那些 916那些 1798那些 其實我的態度都是堅定持有 其實就是電網政策的改變 因為上個星期我們沒有節目 但我想大家觀眾都知道 其實就是市場化的價格 其實可以拉闊的 變成了 其實以往就是 如果你買一個 Bit 一個Direct 即是Direct Supply的電 的話 這個市場價 其實可以是 15-15% 但是開放之後 是可以20% 如果是高污染 就超過20% 都可以 即是沒有Upper limit 所以其實在現在這個環境 所以國內很多新聞就說 煤已經越來越多了 已經供應了 但是其實電力的限制也是很大的 而同時其實 那些廠家是 其實他不是沒有單 他最頭痛是 我真的可能 這一刻是沒有電去生產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是做歐洲生意 其實越來越多 他真的要你賣一些綠電 如果不是呢 他未來是有Penalty 就是說可能 譬如 寶馬車廠 在國內 其實已經是 要必須錄電 其實你就會是 一個Penalty再加Penalty 因為錄電 你又可以再Penalty 那以往其實這些 即是直供電 其實你說 是不是真的去到 5-10-15%那麽高 有些不是的 有些可能是 甚至有少少Discount都有可能的 或者是 因為以往 電是很充足的 但是現在 整個環境就不同了 變了其實 你看到他那個加價 可能會是 有機會幾急勁的 即是 即是來近一兩年 它沒有CAP的 如果是一些 污染性的行業 即是那些 雙限的行業 其實就沒有CAP的 即是不需要CAP 20% 其實很厲害的 可能加到三成的電價 但這些發電企業 為什麽 我覺得比較 勇氣 勇氣 因為這樣真的差 即是本來的 很利差 即是他們的 即是他們的 效率是很低的 加少少 但成本 它不用增加 變成了它的勇氣 非常大 所以我覺得 即是不妨可以 再持久一點 因為我 這個 但為什麽支持會跌呢 這樣 那個政策不是好嗎 是呀 是好政策來的 所以其實 即是我們之前 就覺得 我想是有些少 獲利活套 即是這個也是 即是在那個市場上 有很多 不同的人 其實都對的 如果那天跌呢 可能是因為 沽了他們 就買回科技股 都是假的 都是那個時間 即是兩個星期前的事 明白 但其中一隻大堂新能源 它在兩個星期前 跌完之後 它今天是破頂的 今天升成2.6% 即是1798 現在就上到高位 4.41% 大堂新能源 所以就封電三寶 就是憧憬 可以加價關係 1798今早就破頂 1811 今早就升到1.4% 即是修復它之前跌下來的 大概是三分二的失地 916 現在都是 這隻就未到升 現在跌了一點 跌了1毫 所以封電三寶 電網建設三寶 就堅定持有 我們繼續數下去 先聽聽聽 1072就說了 新能源股升多少 它不升 解釋了 是 是 Locky 就回答了它 另外3898 40元有貨 這位朋友也不算買得貴 是的 繼續持有 即是你 我覺得它上完A股之後 也理順了幾件事 第一 它也發了股權激勵給高管 是 另外就是第三季的業績 是之前未上之前 也說了是比較差 也已經公佈了 其實如果以往的Valuation 30元左右 30元左右 其實就是以往那個 即是舊有業務 即是以往的PE 計算出來的Value 而它的IGPT 其實是 Double 甚至大 比本來的業務 因為那個是 跟新能源汽車的合作 亦都希望做多些國產法 我們其實 講去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幾個月前 現在其實是更加有個進展 在那裏 變成其實我覺得現在 更加會 即是你現在跌價 更加低過之前 你更加值得去持有 那我覺得40元 我覺得都是 是可以achievable 即是甚至我覺得 我自己的目標 都仍然是七十幾元 即是 在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它會接下來 陸續續會有更加多的 order visibility 出到來 令到它可以reway 好 明白 在等待大家 對它的看法改觀 即真正當它是 即轉了型 即是新業務的感受 沒錯 另外 講到這個電動車 我們先看看 一二一一 因為很久之前 你記不記得 你和我和誰 阿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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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揮手區 那我春春入落幾次 我264沽了之後 就飲恨了 上兩個星期 那時候沽了一隻2020 就買了一隻 買一隻 一二一一一 大家都十幾二十九萬一手 2020就跌到我 是止蝕的 後來就轉馬子 而不蝕 就買一隻比亞迪 即是264沽了 即是保不回 2020的那些止蝕 算了我這些個人的 個人榮辱是不重要的 今早有288元的比亞迪 我不相信你現在是否要揮手 現在… 現在是揮少許 揮少許 因為之前我 即是沽了 然後 後來 他的賣車賣得很好 還有 亦都見到那個 Global的trend 其實亦都愈來愈多 用他的制式 即是電池制式 LFP 因為其實我覺得 比亞迪一向 他的自信很足夠 他就覺得LFP是最好的電池 所以他就不像 寧德時代幾個技術都有 他就… 他都有幾個技術 但始終是專業化的領域 這個 變成他就集中火力向LFP 但是現在 我們譬如昨天 昨天Tesla也說 即是說 以後Model Y 也都是全部希望用LFP 這種電池 但就不是用他那隻 不是用他那隻的 是用制式的 是用那個 即是用IOS 還是用Google Play 可以這麼說 即是那個電池裏面的 製造的方法 和裏面的chemicals 但現在不是專利 這個也不是專利 這種的 當然 這個制式下 有很多分支 或者如何細化技術 它有那些專利 但是整個LFP 是一個科學的 一個科學家知道的成分 即是open source open source 對 如何做到好 如何極致 看誰 大家如何聰明 但我覺得這個重要 因為 越多人用這個制式 你未來就反而走這個方向 特別是Tesla 說我是做這件事 變成他以往做的所有投資 或者他的車 都會是大家會放心些用 或者未來不會浪費這個技術 所以我 將來真的有機會 多些機會 去可以 將這個電池 買給他人 因為其他人都會用這個制式 不只是Tesla 變成我都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加 你說我現在加 我就未必會了 老實說 280多元 但你沒有目標的 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計 我覺得都是 300 300 電池也是這樣計 就是 汽車 電池 再加上 本身 手機 2805的業務 有少許 discount 其實都是會是 3005 一年的話 一年的股價目標 好 一年目標價3005 現在還有幾十元 水位你都不加 一年 一年總有些機會 還有有時配合 我都覺得 可能 你看到它是有波幅的 它也是有機會 可以去 下低位 近來其實 那個電動車的板塊 是比較熱的 你會見到 國內A股那些 甚至剛才 那些朋友問 這個300 900 500 或者 電動車 IGBT 你國內的CDA 這些 這類也開始 慢慢去 升 那 我覺得 配置是沒有錯 但是 我會推薦 可能會不會等 去 底部 去買 去買 汽車庫也是 現在 比亞迪 其實 如果 295元 其實 什麼時候 是8月的時候 那個增頂 不算 不知道為什麼 標了上去 已經 這幾天 已經破了頂 股份 這陣子也是相當強 今早 288元 288元 也是近月 不算針頂 其實都是高位 我們先 信心問一下 250 250 真的 很慘 如何 250 250 但是我自己覺得 就是 反而之前 在10月的時候 大家都很擔心 那個 出貨量的問題 但是 其實近來 如果看回一些消息 其實它出貨量 也很麻煩 不是說 受到 那個 國內限電的影響 那麼大 國內限電的情況 也都 沒有 Version 不是說 改變很多 但是 其實也是 一些重點的企業 它也可以開始 有些生產 所以我覺得 這個問題 不是說 非常大 你說 之前 那個 電子煙 我們上次節目 也有說過 其實是的 沒有了 沒有期望這麼多住 但是 又證實風險 不是說 50多元 那些位 但是 它沒有了電子煙的話 其實也都 憑著Apple那些 order的增長 可以是 從今季開始 回復一個 就是良性的增長 因為 也沒有了以往的 口罩 那個 high base 變了其實 它也回到 可能 30 30 30 40幾 我覺得是可以的 就是 這個 三四季的業績 是預預期的話 是的 其實除了 不是只得比亞迪電子 在那些手機設備裡 是這麼弱勢 我們看一隻 2018 在季績 應該說 刑警之後 其實都沒有怎麼彈過 31元 低位 今天收市 不是今天 正在做33元 2382 都是 那月到數據公佈之後 都是比較弱勢 但不得多少 彈回到200元 今天都不太動 不過事今天 整體來說都不太動 我們看回 渣渣早晨 另外 PC Hunter Patrick 船頭赤 1133 Florence 我們還回答多次 1133 他想問你的意見 因為剛才你那個 電網揭示三寶 繼續強 堅定持有 是嗎 因為 其實1133 我覺得 第一 應該說現價可不可以買 我覺得可以 就是可以 有人問 SKFAN 真的問現價可不可以買 現價可以買 現價可以買 原因是因為 它是最受惠抽稅儲能的 你看到一間比較小的公司 但是 其實抽稅儲能裡面 反而是 跟東方電機 是 可以說一半一半 差不多 市場份額 是啊 其實它是很受惠的 我看到現在 抽稅儲能的order 都是 每個省一路陸續開標去做 另外就是 我亦都見到 如果你說看統計局的數據 關於這些電網 水利建設 這類的增長 回復加速 不是非常高的 還是1至8月 全國是增長100% 但是去到1至9月 就變成2% 但是 這個1至2 其實是說 用9月的增長去拉動 整個1至9月 變成升1% 就是可能是1乘8 只是一個9月都很厲害 可能是說 8%的增長 9月 就是 當然我自己覺得 會更好 原因是因為 那個order 已經是一路逐一路的釋放出來 所以 其實就是 我覺得它們業績不會差 就是整個下半年 所以我就 建議現在都可以買 渣渣說 你今天的休閒裝 很搭配 發營 是啊 謝謝 另外 它就問到1772 是不是要先走 1772 今早跌了1% 其實電動車 整個板一起升 它好像這次沒有升特 嗯 我就覺得 其實我又覺得 我看你那個 如果你說你炒 是兩三天的 可能也是的 就是你說 它是不是 如果 去到年底 我覺得它年底一定是 有機會破定的機會 反而比較大的 那不是沒有底呢 因為其實 我相信 就是 第一去那個回調 那個回調 就是說 在這個 鋁電 整個 整個 毛利 大家發覺去到第三季 很多Piers 是比較 比預期低一些 是的 因為鋁電的價格有升得急 還有 也都講求 它加工之後 賣去下游 但是其實 近期 其實也都會見到 就是 對這個 這個鋁電產品的需求 又重新了很多 變成我覺得 可能第四季 其實這一類的 就是鋁電池的加工 加工商 或者 Supply Chain 的Pair 其實它可能 有Surprise 都不出奇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 如果跟第三季差不多 可能它的股價 就是這些位度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 應該是比較大機會 是 無理會再 無理率 可能是 比第三季會好 這個也都看回 就是說 整個 國內 譬如你國內車線 你看到 其實他們 也都 傳統的 汽車品牌 有很多新的 電動車的 推進 所以對於 這個電池 那個需求 可能比之前 會大些 反而是 所以其實我 就 剛才 為什麼 我覺得短線 可能是 因為它升了三四天 你可能有些 你炒日投資 可能是的 你可能會走 但是如果 你真的買證股 想投資 投資 一段時間 我覺得 現在這個位置 又不是很貴 稍一會 先說 說一些稀有金屬 看看北方稀土 還有 769 很厲害 我們的粉絲 不是粉絲 就是我們的觀眾 有位朋友 就發現 這個769 今天成交大增 升了 4.8% 中國稀土 我們待會看看 北方稀土 原來 阿蒜劉赤就說 是北方稀土 現在A股 升了6% 這個 又是 需求的大動 還是怎樣 今天 其實 應該是 譬如稀土 這些也有一些 關於稀土政策 或者關於 要整合 這樣的新聞出來 我自己對稀土 就不是特別 太有一個 要求 因為政策的 推動 太大了 如果是的話 你 你真的 你設置一些 紫舌的東西 變了會 安全 因為政策的觸摸 其實有很多事情 很難去估 去估 尤其是這個稀土 其實就是 很多種的 裡面來說 亦都是 說 會不會受惠到 這個標的 如果中的稀土 其實比較多 是做 trading 去買一些 稀土 擴貨 賣出去 其實它升 就會 第一 存貨上升了價值 令到 短期的業績好 變成 我覺得 偏向是炒賣的 這種公司 這個消息 我自己覺得 都可能會維持一段時間 他們想著稀土 又來一次的整合 因為稀土實在太分散了 但是 你可能設置一個指示 即是八毫四 這些位置 我想 這個你就當是 一個炒賣的操作 是的 我們說到 北方稀土 60011 船頭說 就快升停 爆發板 現在最新 我們看到 北方稀土的A股 升5.9% 48.61 北方稀土說了 另外 Brand就說 Tesla的業績 好像不錯 所以他本身 想 孤感一點 聽你講一講 就 坐多一會 121 但是 121目標價 就很難定 因為它上面沒有頂 我自己計算是350 是嗎 你剛才說了350 我抱歉 沒有那麼快 出業績之後 就是 成員連業績之後 我 如果看回現在的 汽車銷售 和Model 都是OK的 Model 見人見智 國內的人覺得OK 我未必喜歡 它的樣子是你那個款 對 我覺得不OK 但是 人家真的賣到 它們就是 你看國內 最賣到的那間 對 有不同的很有趣 我們看車展 上網去看大家不同的評論 有些很喜歡這類型的車 或者50 你覺得它漂亮嗎 我覺得是漂亮的 或者50 那些小部的電動車 那輛OK 那輛你覺得OK 我又覺得不OK 我以為是KCar 是這樣的 對 所以 各有各的喜歡 好 所以回答了Miu的問題 就是350元 就是比較長時間的目標價 Alex 問是2269 若名 今天回了1% 其實它已經走到橫區好幾個月 什麼時候會突破到呢 它是未買的 現在買的行不行 好的 我覺得可能 我自己看整個醫藥版塊 第一 這類的公司都是好的 CRO 對 CRO 甚至是做微創的工具 都是好的 但是整個減價 或者政策那個 不明朗性仍然是 就是叫做閉著它 那如果你是 我覺得這個策略呢 不如你如果想著長線去買它 那你看一下 那些低位 就是它可能都再這樣 牛到11月12月 那你可能可以在110 或者是 低於110 這些買到 那有時候為什麼會比較好呢 你 就是在低位買 你賺著這樣坐 是好過你蝕著這樣坐好很多 是 就是低一點先 可能真的有機會 它現在都是橫行上落市 你不是設一個110 的馬壓價 就 就是 等它execute 是的 但是這類公司 就會 如果 政策突然一明朗 它就會 當然它會立即是 大升 所以你要有一個 比較長遠的態度去買去 但是就不知什麼時候 是的 它不是一個短炒的皮 我相信現在 今天現在看到恆生指數 又再升上多少少 上26,200的流上 那 又買一買廣告 現在我們在看畫面上面 這個就是華富牛熊APP 上面有很充分的 一些大市的資訊 特別是如果炒開 衍生工具 牛熊製 CodePoolool 以及一些 大市資金流的表現 亦都可以在上面有一個 就是資訊 以及都有一些 人工智能的工具 可以用一下 這個就是下載下來 就不用錢 好了 我們先看看 觀眾的問題 船頭車就問 富途和老虎 是不是可以收到的 就不能回收 不如這個就 因為這個敏感的關係 我就沒有說了 另外船頭車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問一隻迫伏的 我們恆大物業 暫時賣不出 但是那些服務 物館股 今天又OK 那關不關恆大物館事 還是他們本身都已經好一點 應該不關關 我想不關 今天就是迫國營服務 會升上百分之三 我就覺得都是 都是看定些先 追加可以嗎 我覺得看定些先 為什麼呢 始終我們整個地產行業 其實現在都是 自動慢的 當然 可能你買迫伏是因為 你覺得它是會 一個收購者 成為行業的 一連兩單 不斷地買賣賣 但是 其實我現在有些 有些想 覺得就是 譬如以前 之前 3719 3319 阿新活 其實它都 買了很多 之前 一兩年前 你賣一月多 有時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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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會出來 就是 你搞一些 提升了 營利引力 但是你的 基礎也大了很多 其實你的增長 就是 未來的增長 空間 我相信 就是這種行業 當然 它是很好的 有 有 你也不是很害怕 有什麼收不到錢 就是少少 有些業主 不交錢 不是多 但是 這個情況 可能 那個 估值 就去到20倍PE 那些 變了 其實 和地產 現在 慢下來 我就會覺得 可能 這類的物貨公司 其實在這段時間 都仍然是 維持著 這樣的 環行為主 環行 我會選擇一些最好的公司 當然是 迫伏 但是我會在一些 它在環行的 比較底部的時候 會買的 是的 迫伏除了剛才升這麼多 之外 雅生活也很厲害 現在升到百分之六的樓上 另外 6098 迫伏 升百分之三 上回 一百天前 好 另外 我們先看看 1093 CT就問 1093 1093 是否可以買 269你又喜歡 1093 我猜你不喜歡 是嗎 是的 你猜得對 因為其實都 減價 勉強一點 說 它的藥是好 但是一直減 壓力都還未完 你看到 國內那個 譬如 山東 上個星期 忘記了哪個地區 有一個開標 同一樣 都是減了 七八成 哇 減這麼多 是呀 所以其實都 當然不是它的藥 但是 這樣也代表著 整個藥的減價 還未完 那變了 我想 可能 如果它大跌 你就可能反彈一下 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 可能它都繼續這樣 延遲 都可能繼續 一個 陰光的情況 所以它不 因為它的問題是問 它是不是oversold 中線買得不 其實就不是oversold 它是反映著 減價 令到毛利率 受壓等等的因素 沒錯 所以不是oversold 這個就不值得直撥了 好了 我們先 早晨 李福鴻 另外一隻 醫藥股 這隻和王 這位朋友 63元 軍價買的 真可憐 這幾天 就在這 整個低位 上個星期 破了底之後 就不是很大得起 上不回50元 它還要63元買 可不可以回到家鄉 我覺得你 可以爭取先 第一就是 因為其實它那個 它這次上市之後 其實它都 有一個 很清楚的 pipeline 去研發 其實之前 8月9月都有幾個 是good news 都是 progress都是on track的 沒有辦法 就是研發類公司 你要是比較 你都要給時間去研發 可能在年尾之前 再有些好的消息出來 都不奇怪 因為它之前都是 叫做如雨期達標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再拿著 它不是 亦都不是太受 有一部分 亦都關於國內 但是 它有 另外很多部分 不是國內的 亦都是在美國那邊 這個 那個政策風險 就會低很多 變成我覺得 你都可以繼續持有 好 繼續 我們只要拿著 雖然在捱价 另外 我們先看下去 2269答了 Linda就問 2600 有色金屬 唱 看不看好 今天就升了百分之一 高位回了很多 七個多 到五個多 你 嗯 我其實就是會看好 铜 鋁 基本上 和化工 但雙方的格格 現在又說管 管不到 我覺得 鋁和铜 即是 國際價 是國際價 為主 變成 難管 另外就是 這兩樣的產品 都是很 很結構性 即是 未來這十年 是很需要的 即是你做電網 你是需要銅 鋁 現在汽車 也是整個鋁蓋 Model Y 是鋁的鋁來 做的殼 整個鋁蓋 就吸進去 這個技術 擴散 其他公司 反而 你說 可能 鋁 鐵石 這些可能 越來越少 有過氣 這些有過氣 對 那變了 其實我就 即是你這樣 綜合 其實由 國內 整個 的市場 可能就會有 這樣的分化 然後 所以 現在他又回回 我們 第二次說的鋁 還有 那個 限電的問題 我想 其實有些跡象 是我做錯解決的 還有 他 一些大的公司 是比較 因為他的下游 其實就是一些 養化鋁的公司 他用了電 但是一些大的公司 他們始終有 這個 意見能力 還有可以用貴一點 去買電 變了 其實我反而覺得 他 這個 十月限電的問題 影響 他的賣 賣旅可能 已經慢慢過去了 這些時間 如果你長遠看 可以收集 咦 他有個跟進問題 中旅好 還是美女好 美女 美女 你問他 他一定說美女 還在美 多一點 美國女業 你呢 我覺得 是啊 為什麼是靜了 因為美國 美國女業 我自己 那個 我自己研究 不是很深入 第一件事 但是 他不是更加跟外國的 對 但如果很blog 這樣看 我覺得都是 很難說 但是我可能都會選 可能美女 多一點 選美女 合理的 美女 雖然我覺得 限價風險比較低 但是 中國始終是有的 可能 有20%這個風險 都是有的 但是外國 我是真的沒有的 他真的很跟進 那個女價 真的跟到女價 那俄女 可以嗎 俄女 都是有政策風險 我的風險 就是 一些政治風險 可能 譬如之前 不可以買俄羅斯公司 是的 或者禁止俄羅斯類的出口 等等 現在撤銷了限制 是不是 我忘記了 我很跟進 我就不太記得 這個要查 真的 俄女和美女 那個走勢 明顯跑贏了2600 那個女價真的升得很快 而且2600是有限電的影響 但是這個影響 如果中國的情況就開始 就是解決了 就是解決了 但是當然我覺得 剛才說的問題 美女就簡單一點 是的 它是真的反映那個女的情況 然後 國外也是一樣的 就是都是 大搞是 智能電網 譬如我想說回 上個星期 EU也都是特別發了一個聲明 歐盟 是的 他們那邊就是說 現在因為 很多歐洲人就會覺得 為什麼天然氣價升得這麼急 很不滿 他們就說回 短期內 他們要增加天然氣的生產 什麼挪威那些增加 第二 就是 他們要再要快些去整個 新能源 和新能源電網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才可以做到 能源的獨立 就是Energy Independence 他們 歐洲其實沒有什麼天然資源 所以他們反而覺得這個要加快 如果這樣搞的話 歐洲又要同女 美國就更加 拜登根本就是要做新人員 那邊也是 中國也是 所以整個需求會很大 其實你選擇俄羅斯佳麗也可以 選擇美國佳麗也可以 選擇中國佳麗也可以 選擇中國佳麗也可以 看看你什麼時間 隔壁入市 現在俄裏美麗都比較高位 中裏反而 如果我看 可能還有些追落後空間的影響 如果限電影響已經解決了 剛才我們說了風電三寶 那傳統電力股有沒有什麼看法呢 因為我們看到煤 如果煤股 今天就升了 如果剛才你提到動力煤家 或者真正的煤家在下跌的話 那傳統的電力股 會不會有哪一種選擇呢 其實我覺得它們應該會下跌 電力股是嗎 為何和反而變化 好像扔轉呢 因為其實之前它 譬如中國電力我覺得是不同的 它不是煤電來的 但是譬如902 902那些 它真的只是做煤電那些 那之前升是升什麼 就是因為預期它是會加電價 所以它才會在八月的時候升 但是現在的政策已經出來了 這個預期也對它們來說 叫做發生了 然後煤價還要下跌 所以你未來就不能再加電價 所以其實對它來說 它可能第二 第三個意識一定會差到飛氣 因為大唐已經 大唐發電9991已經是公佈了 那第四季 是不是差到飛氣嗎 是啊 是啊 應該蝕 總之蝕錢 另外 但是第四季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不能加電價 就開始下跌 但是反而股價就沒有那個 那個空間 嗯 變成其實我自己對這類公司 它都是可能 就是你拿它十年才可能有一年升 那 就很危險 因為它已經升了上來 還有政策已經公佈了 嗯 明白 所以就 反而電力股傳統那些 就有可能已經幾分鐘見頂了 就是902那些 那 今早上是百分之二的樓上 我們看看環保發電可不可以 257 這不是的 這就是光大環境 我也有時候溝通了 一二三就是 垃圾發電 是不是 光大水墓就是水墓 綠色的就是那些 包面膜 就是農業的 枯枝拿去燒 黃岩草拿去燒 那光大環境是垃圾發電 是 它是垃圾發電為主 以前它不是叫光大環境 是光大環保 是 光大環保 就是最傳統那一隻 最舊的那一隻 257 那你怎麼看呢 這隻我覺得都是 我升得多 已經是好的 因為原因 差不多和封電差不多 補貼的比例越來越少 因為它加了電鑑 它也是一個綠色電力 其實 暫時這個綠色電力 它還未可以申請 那個 就是 綠電住 但是其實法改委 你也有說過 是 未來可能可以的 擴大範圍 那其實一般 如果你看回以往 關於這些環保的電力 或者一些 非石化能源的電力 一般的排序 就是 風太陽能當然是聚會環保 然後 就到垃圾牌電 核呢 核就比較尾 因為它可能是 量大 然後水電 然後核 一般的政策優惠性 就是這樣排序的 垃圾牌第三 對 垃圾牌第三 所以可能下一轉是他們的 我覺得是OK的 還有現在那個 除了這件事 現有的東西 就是說 一直以來的應收帳本問題 但是那個問題 現在開始 越來越多 一些金融政策幫到它 就是去做一些叫做AR factoring 就是把那個 政府欠它的錢 將它整塊 可能八折或者九折 賣給銀行 因為這些可以做綠色債券去發債 但是整個斷尾那隻 不是要還不到錢 要吃飯那種的 所以其實這個 都是隨便有精的 雖然收不到一百元而已 你收到九十元 你那個現金 你都可以營運 變了其實它 由第二季度 有這個政策之後 其實那個CAP flow 會越來越好 所以我覺得都是OK的 就是我們自己也會有些 我們也會看回 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叫做打一口釘先 然後我會看一下那個政策 那個傳導性 會有多快 那你五個都買完的嗎 就是封、火 沒有核 沒有核 我有二三八零 我也有 就是二三八零就是 它有做水 現在來說就是三分一火 三分一水 三分一風電太陽能 但是其實二三八零 它們那個沒有公司 就是承諾 也不是承諾的 就是希望就是將 火的那塊東西 就脫掉了 所以二三八零 最後就變成一半水 一半是風和太陽能 我覺得這個做法很好 就是因為水就是一個 就算沒有這些 的政策一位 它都是一個 Cash flow很好的 一個business 亦都支持到風太陽能的增長 水、風、垃圾、核 還有什麼 水、風、垃圾、核 沒有 五個 火 天然氣 天然氣 天然氣就很厚 老實說天然氣 天然氣都比火的好 因為天然氣始終沒有那麼骯髒 但它始終是一個石化能源 好 好 很清楚 我們水碗、洪華 看到我們說這麼多資源 它就買了一隻燕蜜奶 現在全球短權 燕蜜奶不是用來吃的嗎 是全球短權燕蜜奶 不吃就可以了 這是什麼來的 不懂 O 什麼 O A T L O T L 你沒有喝這些嗎 我沒有喝這些 很好喝的 不如你去星期間 星期間 看星期間 最討厭的紅米 熱米 那些 現在是健康 我最喜歡喝可樂 維他奶 吃公仔麵 車仔麵 打邊爐 現在各國的 增長最快 我覺得是幾個行業 如果你說健康食品 這是其中之一 第二就是大麻類 那些 那些 他 他之前 其實真的 我覺得 太高 因為 我不知道 是不是跟疫情 就是外國的疫情 很多人都很注重健康 這樣 炒高了 其實我們現在 譬如去一些高級的 超級市場 以前我都看不到 現在整個季都是這類的 Ock Mills 很多種的 Almond Mills Ock Mills 以前就說心臟健康 現在變成年輕人 喜歡喝一些 我也是不喜歡的 沒有心臟病 都喝 但是 我都覺得不好喝 被老婆迫 我都覺得不好喝 我都覺得不好喝 很酷 很酷 我們喜歡吃東西 我們都不好健康 不如最後問一個問題 就是 853 853 打打問 他已經有貨 本身現在就抽 分拆出來的機械人 853 會不會 完全不受惠 第二 我就答答問 機械人是否抽好 機械人我還在想 不過我都覺得 是應該抽得過的 應該抽 因為整個大方向 還有它在國內 也有一個比較 一二位的地位 也都 現在是外國的工業商為主 但是我想 國產的替代 其實都是很明顯的 在醫療行業都是這樣的 如果853 其實我覺得都是 那個 沒有一個 下面的公司 價值提升的概念 不過 他 都受到 好像 2269 剛剛我們談的 整個醫療行業 政策 有一些不穩定性 包括 包括 甚至 他們 譬如搞上市 都有一個不穩定性 現在 國內一些 保證人 也都有很多 一些監管的 嚴格了 也有一些 是不讓他們做 也都阻礙了一些 一些國內PE的 項目和上市 有少少少影響 但是 整體 我覺得不會影響 這類 譬如 微創裡面的 項目是一些高質的項目 就是 不是一些 有很多 是真的 我為了上市 拿夠錢 那些 他們那些 是一些 國內知名的 高端的 醫療產品的項目 所以其實 我覺得要守 如果 要看自己的想法 是 這位朋友有153 你可能要 這個股價 可能要捱 可能這段時間 一段時間 可能明年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醫療和互聯網都是 我覺得 都會 去到明年第一季 應該我覺得 政策的風險 應該會 釋放了 會比較完結了 因為其實已經是 下一個 term 政府開始了 明白 好 這個就是 至於 機械人抽不抽 就再想一想 我們下個星期再問 是 Iris說 沈滿阿虹 很厲害 對股市的知識很豐富 要向他學習一下 我們覺得 我們的觀眾 那個 深度 也很足夠 所以變成一個 比較學術上面 都有一些 互相 有增進的地方 瑞典 對 好啦 Bren都跟我們說 那些物理 我打算快點去買 炎麥奶 保持心座的健康線 因為市場 這樣 我打算 昨天坐一坐 心座又抹了 因為又停頓了 市場 完全不動 好了 現在幾分鐘之後 我們會有美股的專家 美股的專家 美股的專家 Rafel 就會跟我們連線 另外12.9 就會有GX 和段杰 和我們的嘉賓 會跟我們聊一下 怎樣用ETF去部署 都是ETF 最近都很流行 用ETF的工具 另外 除了ETF之外 還有卵的部署 或者牛控制的部署 是怎樣呢 5點鐘收視託 有另一位嘉賓HSBC的朋友 會上來跟我們做節目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不要走開 很快你按一個按鈕 回來我們去多元資產 Talk的節目 今天謝謝Drym 下星期見 拜拜